讲故事 买不到的礼物 星期日早上 清清说 妈妈 您有一封信 在厨房的桌子上 她说完就去中文学校了 妈妈把信打开一看 原来是清清要她去客厅找礼物 妈妈觉得很有趣 妈妈在沙发上找到一封信 信上写着 猜猜看 清清最喜欢哪本书 请妈妈去找找看 妈妈心想 清清最爱看什么书呢 对了 一定是西游记 我去她的房间找找看 果然 西游记和一封信 在清清的床上 信上写着 镜子会告诉您 礼物在哪里 妈妈心想 哪面镜子呢 她走进楼下的洗手间 她在镜子上看到 恭喜您 礼物就在后院 妈妈在后院找了半天 最后在椅子下面 发现一个金色的盒子 妈妈好奇地把盒子打开 妈妈叫道 哇 好漂亮呀 盒子里面有一条粉红色的贝壳项链 和一张卡片 卡片上面写着 妈妈 祝您母亲节快乐 项链是我自己做的 妈妈 我爱您 清清敬上 今天是母亲节 全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妈妈就带着清清送的项链 爸爸说 这条项链真漂亮 妈妈对清清眨眨眼说 全世界只有这一条 有钱也买不到呢